当播足球快信 2023年2月5日 森林渴望战胜列斯联 周日晚上 英超上演一场较量 两支来自即分榜中下游的球队 诺定咸森林和列斯联 将在前者主场一决高下 森林目前急需胜利重振旗鼓 他们本赛季在主场保持较稳定的表现 反观列斯联在联赛 作客9场输足6场 今次不妨稍稍看好森林主场拿了三分 森林最近二场比赛 就是与曼联进行的英联杯准决赛较量 由于球队实力不足 两回合总比分0比5 惨淡退出英联杯的争夺 目送曼联进入决赛 英足杯已经在之前出局 英联杯无法争冠 森林需要将所有注意力放在英超 目前例体 森林本赛季好可能完成互级的任务 20轮联赛六得5胜6和9负战绩 拿到21分 森林曾试过在联赛连续9场不胜 但是球队近期抢分势头非常不错 过去4场联赛六得2胜2和 从攻防表现看 攻入5个波只有2个失波 攻击线连续4场都入到波 比兰装神领险的攻击群表现不错 近年森林在英冠连续5次和列斯联交手都能保持不败 其中森林主场作战的2场都赢球 足见森林这场比赛有力主场取3分 在阵容方面 门章以亨达臣 后卫莫沙尼亚卡迪 同前锋泰和亚和尼伊等人因各种原因被战 列斯联上将英足杯顺利战赢了低组别球队亚克宁顿 进入第五圈的争夺 然而需要列斯联更加粗心的是英超的处境 19场联赛过后 列斯联只有4胜6和9负 只有18分面临较大的护级压力 列斯联今个赛季开局取得2胜1和 令球迷非常惊喜 但是好状态不能持续 球队连续8场不胜其中一波4连败更是极其双士气 紧接着在两年胜的痰花一现之后 列斯联再次陷入连续无波赢的泥潭 过去6场联赛列斯联难球1胜 球队的处境相当困难 列斯联今个赛季客场表现非常惨淡 目前9场作客仅有一胜二和六负 客场负率达到66.67% 本场列斯联出精凶多吉小 至于阵容方面 后卫罗宾高智累计王牌救赛停赛 中场史超活达拉斯 和前锋洛迪高摩兰奴等人均相决 多谢你的收听和支持 记住记住要赞我们的短片和关注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